我們整個兩天看下來呢 整體的情況非常的順利 那這邊呢也特別感謝我們這一次 基層的民政系統 包含了我們鄉鎮公所 也包含了我們村里長 林長 全部的來投入 全部的來投入 而且我們採用車輛接送的方式 來分流分區 然後也分屍 用這樣的方式讓鄉鎮在現場 都不用等待 也不會有擁擠的現象發生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秘書單位衛生局承辦 事先也做了很詳盡的規劃 跟鄉鎮公所一起來配合 所以我想在接下來 還有兩天半的時間 我們會持續的依照這樣的一個模式 來服務我們的鄉鎮 那當然在這兩天我們的觀察呢 鄉鎮的施打率 鄉鎮的施打率 接種疫苗的這個意願呢 跟我們原本在做的調查跟預期 相差不遠 相差不遠 那當然還有一些鄉鎮 對於這個疫苗 有一些疑慮 那也因為我們金門現在 還一直是零確診的狀態 所以或許鄉鎮在這個有疑慮的情況下 會降低了接種的意願 所以我們還持續的運用各種方式 也包含了運用各種村裡臨長的這個臨陣系統 來希望能夠來鼓勵我們的民眾 來接種疫苗 那同時呢 我們也看到了這兩天 在全台灣各地有很多接種疫苗之後 多多少少出現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也特別針對這一塊來做處理 包含我們鄉鎮公所這一塊 還有基層民政幹部 還有民政系統 在我們鄉鎮接種完之後 都會維持一個高強度高頻率的一個關懷 定時的關懷 那同時呢 也把所有後續接種完應該做的準備 都一一的 一對一的跟我們的相親詳細來告知 那同時透過這個關懷系統 如果有任何疫情的情況 馬上通報 那我們的醫護呢 也都隨時被變 就是希望大家打疫苗是為了安心 但是打完之後大家能夠放心 所以這一塊在疫苗施打之後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還是沒有鬆懈 用最高的強度來持續追蹤 記得嗎 記得嗎 看到編 頻道 時間 labels ס 啦